所以要嘛就是國家給 要嘛就是市場邏輯 結果我們 我們給人家 國家買 他還要賣你 那人家當然會去算差價 還有 還有比如說是 你現在查到的那個很便宜的 幾乎都是Man in China 所以基本上還是 最可惡的是什麼 扣官 我國這是一個快篩窮國 這真的是爛 如果你今天 台灣每天都在笑中國 笑北京 笑上海 結果美國國務院的 安全旅遊 是中國 但是台灣是不建議錢 對啊 講得好啊 真的是這樣 其他國家在處理快篩問題 大部分只有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政府統購 然後他免費 發給老百姓 現在最近 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那個福佑達不是要進口韓國那個快篩嗎 對不對 那個唾液快篩 等等 郭震亮要爆料了 我講一下這個狀況 這個韓國快篩在韓國內部沒過 後來他到澳大利亞 那在澳大利亞過了 那在澳大利亞他就走市場路線 他市售 那我今天有問徐鴻廷 他說一支大概 台幣大概70塊 那另外兩 他又賣到馬來西亞跟泰國 那馬來西亞跟泰國就屬於採購 就是國家採購 對然後買了之後就發給民眾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會出現這種問題呢 因為 我們台灣是國家採購 還要賣 這太奇怪了 還要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結果人家就會去算差價 你懂我意思 人家就會 為什麼我們會有那麼多價格的爭議 泰國馬來西亞為什麼沒有 因為人家不是國家在賣嘛 那第二個就是 澳大利亞就完全用市場邏輯嘛 因為快篩有不同等級啊 比如說德國 我們現在知道一些資料了嘛 確實有最便宜的比如說30塊 因為很貴啦 到260幾的都有 到7歐元的都有 那可是他不同等級他只要 國家把關只有那個醫療標準 對就你過了就過了嘛 過了就讓他自由進口 就自由市場 對對對然後 你如果沒有錢你就買便宜的嘛 有的比較高貴的 像阿宅就買最貴的嘛 你最好是 我都用最便宜的 不我就舉例嘛 這個就不會有爭議嘛 你懂我意思 所以要嘛就是國家給 要嘛就是市場邏輯 結果我們 我們給人家他媽了 國家買 阿還要賣你 那人家當然會去賺差價嘛 那這是怎麼樣 共產資本主義 還有比如說是誰去買的嘛 不可能政府去買嘛 那一定有代理商啊 對嘛 那他不可能一下讓你買一億劑嘛 所以一定是分好幾包嘛 對 那人家一定會去查啊 那一定中間有賺頭嘛 不因為你這個邏輯 這樣人家就會去查 不然阿宗昨天講嘛 怎麼樣 他說我們那個快篩國家隊 進口價只有92 等等 快篩國家隊叫進口 叫什麼國家隊 他現在講說進口的是92 我這個有點怪 我 我不相信 怎麼會92呢 我不相信 我再跟你補充這個 你現在查到的那個很便宜的 都MIC啊 可是問題就是說 人家通過德國的醫學標準 對啊 所以還是可以賣啊 不是 德國人已經同意說 我國的疫情可以靠這個使用 你媽 你台灣廢話個屁 所以 所以基本上還是 中國的心結嘛 就是 你既然要做 這個 政府統購 嗯 然後又要賣給民眾對不對 對 那你就應該要公佈 所有的帳目 而且要透明公開 對嘛 你委辦哪些公司 對嘛 用什麼極見 為什麼他可以進海關 我們一般小民 不然你就不要用這個模式嘛 對 你就讓大家自由進口 你設定一個醫學標準 那只要符合標準 通通都可以進口 這樣不就好了嗎 對 其他國家都是這樣啊 嗯 我跟你講 最可惡的是什麼你知道 嗯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缺少快篩嘛 那因為台灣人很多都有海外的親民 哎哎哎哎哎哎 就幫個忙吧 救救命啊 寄進啊 不好意思海關抓你 扣官耶 沒收 第一個 這個真的很妙 你看哦 我今天從藥局那邊取得了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 呃全國聯合會做的海報 嗯 大家看 你看到沒有 寫得很好聽哦 實名制快篩領取 懶人包 領取哦 嗯 阿亮你什麼時候領取過什麼東西 還要給人家五百塊的 呵呵呵呵 你看他其實是買 但他說領取 好 你先看哦 你給他五百 他給你五支嘛 對 而且我告訴你 聽說是螺絲啊 呃是螺絲的 是螺絲的 我沒有說螺絲不好 但問題是你要花錢買對不對 嗯 而且各位 你不要說看這個寫得好像很棒 我告訴你 你第一個 你領取快篩是一次5G 一張身份證領一次對不對 嗯 而且我後來又再去問了 不好意思 一個月領一次 一個月領一次 一個月一個人領五支啊 欸 你以為很多啊 沒有啊 一個月只讓你領五支啊 靠我國 這是一個快篩窮國 哇靠 而且你領了一次 馬上就鎖卡 那有一些人 一個禮拜要好幾次了怎麼辦 他如果要每天篩一個禮拜就五支耶 所以你領的這個量 一個月只能領五支 然後一週就用完 那要怎麼辦 那現在有一些行業 一個禮拜至少要篩兩次耶 對啊就你很愛去的那個 我們好像是一個禮拜 就是不建議前往的國家 嗯 我們已經跟日本黃金交叉了 我們每日確診者已經比日本多了 嗯 那接下來日本如果把台灣調成高風險國家 就是不建議人家來台灣 也不建議我們去 因為日本常常會比照美國 好 那我問一下 這個我們姑且就先放過 而且很多亞洲國家可能也會比照美國 那當然啊 唯一美國馬首是 比如說韓國 比如說新加坡 那那如果是這樣講 這個到底怎麼樣 好有網友剛講啊 他說這個 我剛剛領了 買到實名字快篩 YT券說了 突然瞥見走機銷商 叫牛耳國際生技 該公司董事長叫蔡朝鎮 是前立委蔡黃郎的包凶 蔡朝鎮本來在羅斯藥廠 他本來好像在那邊當經理嘛 對不對 我也認識他啊 你也認識他啊 我跟藥界很熟啊 你又跟藥界很熟 之前不是說美髮界很熟嗎 你就知道我多認真跑基層啊 現在還不是沒辦法當不分區 那個不重要 那個只有邱太元連任了男生啊 還有私藝嗎 邱太元也是一個很阿薩布魯的 不會啦 潘君成講說 當時是七天零十個口罩 現在是三十天零五份快篩 三十天零五份啊 那這樣怎麼夠呢 當然不夠啊 對啊 自購行不行 兩千類觀察家說自購行不行 第一個你買不到 第二個 市面上就算買也貴很多 不過那個今天那個誰啊 今天老沈有講另外一個觀點 什麼觀點 他說我們現在台灣篩啊 的那個陽性率 陽性率前一陣子不是 開始推出社區快篩嗎 對 結果有一個地方就 台北市吧 七個社區 陽性率暴升到49%對不對 今天63% 對 嚇死你 不是這不是嚇死你 他們說這樣子才對 真的假的 他說就說你一定要有症狀才篩 而不是每天都在篩 你懂我意思 現在是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概念是說 我上班嘛 那我要避免感染給別人嘛 所以我就三天篩一次嘛 很多公司事上都這樣規定 因為他怕你傳染給別人嘛 對 那 這樣就會大量使用快篩嘛 是沒錯 事實上台灣現在快篩大量缺貨嘛 對不對 不是大量缺貨 是根本就徹底缺貨 好嘛 那 可是真正需要快篩的人買不到 對 你懂我意思 要的買不到 就是說真的有症狀 比如說林靜宜 林靜宜今天就是 他發現輕微發燒 然後就開始可談 然後他就決定要篩 你等等 你等等 台北市跟陳時中是不是都講了 要快篩陽性之後才能去做PCR 你在整篇文章跟新聞裡面 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大立委林靜宜 說自己有做快篩之後陽性才去篩 他直接做PCR 他直接做PCR 而且還沒完喔 因為他是立委 還沒完 我這樣講 因為崔世英今天也確定 什麼叫特權 最噁心的就是他下午2點多 跑去篩 4點就出來了 亞東醫院明顯公佈的有特級件 我知道 是3小時 看他2小時左右就做出來 這不就特權嗎 林靜宜 為什麼 我跟你講 你講這個算什麼 人家還有至少人家去了亞東醫院 那不然怎麼樣 某某某還有一三到八家的 哎呦 某某某 某某最近好像不見了耶 他不是說他沒有確診嗎 他人很不見 他又開始主持節目了嗎 有啊 應該是嗎 真的嗎 你一定沒看 你一定想要應付我 我沒有在看啊 當然誰會看嗎 我當然不會看他的節目 下述說陽性去上海就沒有心結 人民要用就管他去死 抗中發國內才先 Isaac 蔡說之前一堆美國來的確診史 都把美國列為高風險國家 對啊 真心幻覺起來 講得好啊 哎呀 Isaac 你講得好 真的是這樣 不是啦 你... 結果那時候他媽的 美國那時候正危險的時候 對 最危險的時候 他媽來台灣 都是外交通道 都是開 開開開開爽 這個我覺得 你知道 這真的是一個很荒謬的地方是 如果你今天台灣每天都在笑中國 笑北京 笑上海 結果美國國務院的安全旅遊 是中國 但是台灣是不建議前往 就中國是Level 3吧 中國是Level 1 還是Level 3 反正比我們第一集就是了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